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掌握的信息就是 這個匯業銀行在今天下午 是根據客戶的指示 是將一筆超過兩千萬美元的款項 是根據客戶的指示是匯出的 美國財政報對這個銀行的有關 外電的報導 有一些途徑 例如經美國 經俄羅斯 我想這些途徑都是可行途徑